或者叫劣質劏房呢 現在是三四千元租 而昨天我看電視的改裝那些 二千呎做的間 不知道多少間呢 所謂企理的那些 是七千五元至八千元 所以不是三成的 但是你現在取締了 你沒有了下面的一層了 那現在符合標準的那些 僅僅符合的 就馬上告訴你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加租了 你在租務那裡 你又做不到一個所謂的規管 其實你變相逼人給多點錢 環境好像改善了 你都承認的 其實現在還有劏房的需要 其實在我們眼中就應該一個都不需要的劏房 如果你的房屋政策是做得好的話 但正正就是你又做不切 做不切的時候 現在我們就說 你們煮煮湯 它沒有錢才會改善過 其實不是很大的 大家想想 是 玩一下手掌 成質叫給你 不再說 你有沒有其他的措施配套 比如租金 那些限制 才去做 是自然嘛 它叫做金錢 整塊質好 公屋 口響的嘛 大家可以做到 其實你會播 聽到就不一樣 我支持這個 最支持的就是這個政策 今天是重點 是